希望 但是如果各位就像你带个炼珠 我希望我带着炼珠 每个人看到我都看到极乐世界 看到空性 看到阿弥陀佛 我们生起这个想法 事实上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为什么穿这个衣服 见我得解脱 希望对方看到我想到解脱 希望对方看到我想到佛教 所以佛陀希望每个人身上 都带着一些佛教的 就像我昨天我们去杜伦市 看到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市长 好像带一个牌子蛮大的 我叫我带 我那个那么很重 但是这个牌子代表 听说是英国女王 对不对 这是供养 代表英国女王 他们带在身上 这也是他一个标志 所以代表他身上 有这个女王的加持 或是一种力量 是要来保护这个老百姓的 那如何保护对方 就是自己 在佛教里面 只要你自己怀着一个慈悲心 菩提心 一个愿为众生成佛的心 那你自然就发光了 这个力量 如果一个人还要用很多心机 想要去 想要去怎么做 那你就上脑筋了 那佛教是 你要有那个愿力就好了 你有那个愿力 佛经说 修慈悲心的人 自然有服务众生的智慧 会显现出来 你不用花脑筋 花脑筋就是攀缘 所谓这个花漂不漂亮 你不用用脑筋去想老半天 什么叫漂亮 它是一种直觉 你自然知道 所谓这个歌好不好听 我认为修行有一点像耳朵 耳朵不用用力 它自然会听 这就是观音菩萨很厉害 反文文字心 耳朵是 你只管听 所以这六根里面 最神力的是耳朵 你只管听 它一点都没有痛苦 当然 但是耳朵会痛苦 是因为你有分别心 我喜欢听这个 不喜欢所以造成痛苦 并不是耳朵本身会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也像耳朵一样 没有分别的去了解 去抉择 所以好的我随喜它 不好的我关心它 那你这个耳朵变成功德 眼睛也一样 无言而鼻子的生意是说 你要用一个平静能静 平等的心态去看 而且把眼睛转为慈悲 慈悲的眼睛 把眼睛转为佛 那我用佛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那佛佛陀为什么要存在 因为佛陀就是这个世界 坎坎沙沙 脏脏乱乱乱 乱七八糟 但是你要用佛的眼睛 希望他们将来也可以成佛 就是那一天 我们去西班牙巴塞隆纳 那我们赞名师 师父 我刚刚看错了 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一个男人 我说比起来 我讲到 他身材很好 原来他是个女的 没有穿上衣 我说人家在晒太阳 当你不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你没有分别 他以为他是男的 所以他觉得 这个男的在那边运动 就看了半天 师父他是个女的 我说那是你有分别 这个女的也在运动 他身材很好 你没有分别看她的时候 不会怎么样 你发觉 他是个女的 我是个比丘 我怎么可以看他 那是你的心态 所以如果 你一直保持 你看到他这个女 你还继续保持 愿他胸部很美 愿他晒得很漂亮 你就继续告诉 你的念头要这样 愿我这个妈妈 这个女儿更健美 因为他看到你没分别 但是如果我们是华人 喂 师父 这样 你要赶快抱起来 因为你有分别性 所以 当然 你没有透过那个境界 你就不知道 自己的念头对还错 所谓 去男女相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会有男女相 所以就代表我们心还没有平静 所以还没有平静 所以我们就要多 视为空性 多修福报 多修业障 多观想平静的意思 最近有一位菩萨 他很认真 真的很认真 但是他本来好像癌症好了 最近癌症又起来了 他又跟我说 师父 我好像又开始 癌症又回来了 但是我认识这个菩萨很久 他真的很认真 但是他心里 就是这个分别性很重 分别性很重 就是他 因为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 以前在学校做 办教育的 但是他 以他的眼光去看事情 他会觉得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这样 这个对 那个错 分别性很重 所以我跟他讲说 那你这个癌细胞就会起来 那这个起来 是因为你的分别性起来了 本来你好了 平静了 但是你分别性起来 然后呢 这些癌症在主就又回来了 他借这个机会 所以你的痛又起来了 那怎么办 那我说你还要回复平静 有啊 师父 我天天打坐 我打坐的时候 全部都放下 我说你是这样说 没错 但是谁对不起你 这下客产 你马上会批评对方 看不起对方 甚至你已经 就像德国人 你规定好这么 结果你如果不一样 你就会生气 这个分别性 然后让你癌细胞就起来 所以什么叫空性 你也再来 全部接受 平静的接受 用爱来接受 那你就不会把你气死了 所以我想 太太生病 先生生病 那就两个父亲在 你早点死吧 这样 或是我让你气死了 因为两个父亲在 刺激对方 那我为什么用太太 跟先生比喻呢 这就是道家讲的 阴阳如何协调 也叫佛教讲的 如何全然接受 不要在内心里面 不高兴 所以内心里面不高兴 你的身体就会受影响 当然我不是说我做到 但至少我知道这个原理 当我内心起心动力 我赶快平静 赶快念阿弥陀佛 赶快观想 我正在去死死 所以我很喜欢 有窗户 我每次住到哪里 有没有窗户 干嘛 因为我可以打开啊 点一只香 不吃几颗米啊 不能点香 杀几个甘露水啊 因为我马上去慈悲 他说我这两天住的没有 没有没关系啊 我就开始对地基组讲话了 我总会有个对象 让我去慈悲啊 我赶快拿去排位 昨天李志雄跟说 英国每年杀羊 一千四百五十万只 杀猪九百万只 吃的余下九点五亿 家群 九点五亿是这些鸡鸭鸭 所以我杀的牛几只 那我马上写排位 再写一次 再给他回向 也就是说 你要让你的心 保持在那种 慈悲的状态 而且超越自我 没有我的想法的空性 而且知道自己活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佛 好 所以我简单的 利用后面几分钟了 要把佛法的重点讲一下 第一个 我们今天的目的 念一下 消灾 罚度 快乐 健康 发财 那就是修行第一个要做的 那如果你要这样 那你就要 念一下 来 龟一三宝 受戒律 常布施 经常忏悔 特别慈戒是以忏悔做基本 所以各位要经常忏悔 然后忏悔以后不再犯 叫慈戒 还要进一步呢 给众生快乐 我想就像有人说 师父英国做焉供不方便 我说无所谓 海鸥的食量可大了 对不对 我们到西班牙蚂蚁可多了 对不对 你到路上各位你每天吃便当 你可以每天准备一些食物 去这边一定有关心流浪人的场所 关心老人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布施 布施是没有分别的 我所做的布施 我就可以拿来回想 就像我经常用牌位做布施 我自己的牌位都印了很多 我的牌位不是光 孝哉八度啊这旁边会写了 佛像 照应佛经 共生 生医疗 我写了三十二项 然后呢 我后来发现 哇那个很多钱 我想每一项我都帮他做 十块十块 三十二项 一写完就三百多块了 虽然十块不多 但是你每写个十块 十块就 印度就三百多块 每个三十块就一千多块了 但是你每天写一百章 因为每天都有无量的无边的各种 每天我都要花很多钱去布施 现在还想说 怕钱不够 但是无论如何 我要做这个功德 跟每个众生都结缘 那现在很方便 就像各位的微信 你一点钱就出去了 布施完了 你要放生吗 你要共生吗 你要做什么 你就传给对方 这就代表你念头出去了 发愿出去了 就像我刚刚比喻的 乞丐种葡萄两年 我们现在不用两年 几秒钟前就出去了 那你习惯着布施 所以当然还是这句话来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最好发愿做个穷人 因为不会有钱 因为所有的金钱财产 你要布施给这个社会不够 不够 但是尽力就好 所以为了要得到人天福报 各位要忏悔 守戒律 常布施 那你会发觉 别人之所以有福报 就从这边来了 他为什么做这么有钱的 他为什么身份地位这么高 他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 这个都是佛教的修行方法 所以在佛经里面 有讲了很重要的叫 菩萨八法 这是一个基本的人天福报 我现在念给各位听 各位跟我念来 于无量事 慈悲心不杀生 以事因缘 生生世世 长寿不健康 所以各位就最简单 慈心不杀 以慈悲心不杀生 何况各位现在还会放生呢 就是长寿的 第二个 无量事中 长丝衣服 点灯 以事因缘 获得外表漂亮 这个叫上色 什么叫上色 你比别人庄严 为什么 不是衣服 不是灯 所以各位 教堂 教堂事实上都很好看 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灯 每次我去看到教堂点的灯 因为教堂古色古香 然后点几盏灯 他们供在神 玛利亚面前 看起来很壮严 还有衣服 我想教堂里面的神父也好 神之人 他最大的就是那件衣服 所以各位要多布施给这些修行人 修行的部分宗教 因为你布施给他庄严的衣服 所以那这样你的外表庄严 看起来比别人好 我想就像我昨天去看市长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是他有那个标志 对不对 他那个标志看起来就是 他是市长 他是官员 在西方社会 衣服很重要 同样佛教社会 老和尚就是老和尚 衣服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帽子也不一样 洗钱 那个拿了那个手杖 也不一样 那这些各位多去布施 所以生生世世外表庄严 第三个 无量世中 常怀骄慢 以示因缘 生上种性 我们做华人还比较好 你要做印度人 你要一生下来就是索托罗 你就没机会了 印度人一生下来是普鲁门 哇那个地位太高了 所以上回李志雄还跟我说 师父上回有一位寺庙的住持带他的太太 他那个太太就是婆罗门 好像很严重 婆罗门 你要对他尊重一点 他说婆罗门你注意看他 天生就比较高贵 因为他认为他是个婆罗门 他就像一个英国贵族一样 他就应该受贵族的训练 所以他做事讲话就比较高贵 那为什么一个人会得到这种上种性呢 因为生生世世谦虚不骄傲 不会被看不起 所以各位我想我们懂得比别人多 我们要更谦虚 我们不要故意要去凸显自己的优点 或是我认为我比你高贵 所以傲慢的人会有什么问题呢 各位很容易检查自己 那就是气概痛 这样而已 你就会站不起来 你只能坐着 气概痛 就是傲慢 什么叫傲慢 我没有害人 当对方做错的时候 你一直谴责对方也是傲慢 我喜欢考试第一名 我看不起最后一名 我喜欢我穿得比较漂亮 我不喜欢看到了别人丑丑的 我喜欢我写字很好看 我看不起别人写字不好看 就是骄傲 我想各位读书人也好 就比较容易骄傲 所以我的师父也常跟我说 我们出家人最怕骄傲 哎呀 我出家是在家人 在家人 就是一直批评在家人 看不起在家人 那我师父说 出家是为了服务在家人 读书是为了服务 没读书的人 这样而已 就像我讲这个 很浅 因为各位看佛经不多 所以我要讲浅一点 我千万不能说 我是个专业的 我懂得比你多 这样 不能有那个想法 就像你跟小baby讲话 你要用小baby的语言模式 可爱起来 这是 我觉得外国人这一点 比我们华人好 他们看到小朋友 看到弱势的 特别尊敬 表现出来好像比我们激烈 那我们好像看到这些 哎哟 这个人怎么会上台呢 我们好像给我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这一点 你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 你一定要透过别人 来自你自我觉察能力很强 你才知道这就是个骄傲 那你的家庭就不一样 出生的地方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各位你可以从你的环境 知道你是出生 你是骄傲的 还是是谦虚的 所以无量是种 常怀骄傲 骄傲慢 所以各位 深深事实 一定要降服自己的傲慢 所以我们出现 底框桶摸一下 我是乞丐 我是被众生供养的 所以我没有身份地位可以 但是有些人还是很喜欢表现身份地位 为什么我读的比你多 我有特殊的身份 特别我们在藏传佛教这一点要小心 上师他只是我们学习慈悲的对象 而不是上师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去跟很出名的上师拍照 来表达我自己比较骄傲 他对上师的态度跟对一般人态度差很多 这些就是骄傲 如果你对你的上师供养供养 然后对其他没有修行的人看不起 这个就是骄傲在你心里面 所以他就会一直贴着上师的相片 这代表他从他上师满足他的骄傲 这也不行 我们要的是 不是上师 佛 佛比较重要 我们带着佛 我要学佛 我不是没有人会拿佛来骄傲的 这样知道吗 但是很多人会拿上师来骄傲自己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人 我要有佛的悲心 这个才重要 而不是说我的上师是谁 因为你已经忘了佛了 你只用上师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因为上师出名 这个就是骄傲心 那这个骄傲心的人 他不可能修菩提心的 菩提心跟他没关系 悲心跟他也没关系 空性跟他没关系 他只是一个知见 有知见的人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我也学汉传佛教 我也学藏传佛教 我也学南传佛教 甚至各位都看到 我经常在教堂走来走去 我很认真的 我故意要这样学 是因为我师父告诉我 不要学你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才是你要学的 英国的制度 美国的制度 哪里的制度 中国的传统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的 学到干嘛 能够就像你煮菜 你可以加上更好的味道 给对方吃的 而不是说 这是我煮的 我不需要这样 因为你只要吃到这道菜 因为我去过法国回来 我会加了法国的料理 希望你吃得更好 这样就好了 你可以不需要认识我 所以骄傲的人 不会认为自己骄傲 记住我这句话 不然它不叫骄傲 那修行的人就是要 透过别人来提醒你的骄傲 骄傲慢 那所以你才会自然被尊敬 生生世世上种性 第四来 无量世中 常识饮食 以识因缘 生力 具足 身体有力量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识饮食 所以就像刚刚早上 我们就甘露试试 所以你不识饮食 身体有力量 你不识药会怎么样 健康 不是为了自己 我不识药的功德 希望病人都好起来 所以我如果做医生 我会天天念药试经 药试咒 不是药 因为希望我的病人 看到我就好一半 走到我面前又好一半 这样 我给他几颗药 那就好了 药到病处 这样 所以为了对方 你要怎么做 这样 所以生生世世 不识饮食 各位养成习惯 特别 各位做英国 我还是要交代 麻烦这些海鸥鸟 就交给各位了 不要让它饿到了 走到那里 撒几颗米在角落 孤魂野鬼 交给我们 这些孤魂野鬼 所以这边有战争死亡的 有黑石病死亡的 有火灾死亡的 有祸乱死亡的 反正天天都有无量的人 跟特别是动物在死亡 那我们佛教徒 几颗米也好 一点点水 没问题 布施给他们 特别这个地方干燥 如果哪个地方干燥 那边咽口鬼就多 这个地方寒冷 那这些所谓的这些 寒冰鬼就特别多 孤独地狱 它会冷 但是我们可以 用饮食跟它结缘 而且这边的古墓 特别多 所以各位在墓墓 去买一些饼干 放一放 特别你要超度 你有三个多太太 你每天拿三片饼干 替他们去布施供养 他们很难不超度 不是说 我为他念了二十一遍地上经 他怎么没超度 因为你的动机 没有用爱 一种惭愧 他就感受不了你的爱 不可能说 一个男人去外面 搞外遇回来 老婆你做好 我帮你念三遍地上经 你原谅我 你超度不了他了 你还不如买一颗 钻戒好一点 买几朵花 对他是实在的 所以不能用自己的方法 对方喜欢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第五 念一下来 无量适中 常乐说法 以示姻缘 多饶财宝 念一下 有钱真好 有钱不是为了自己 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你可以开老人院 这个社会需要什么 我们就要有钱 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 那各位 如果你这个嘴巴 你不要吝啬 有些人吝啬嘴巴 像我这个人 我老实说 我每次都话台多 我每次都话台多 因为我讲到何龙沙哑 他是借机会 就像昨天吃饭 反正有同桌的 就多跟他说一点 我身上都带了排位 对不对 你有没有堕胎 对不对 我帮你写 你有什么 你要一直 很适合对方 跟他讲法 所以各位要话多一点 最好各位学做导游 你们都在睡觉 我还在讲 要讲对方喜欢听的 而且对对方有帮助的 不要懒于说话 像各位会讲英文 那各位你活在英国干嘛 负责把佛法翻成英文 讲给外国人听 你不能讲阿弥陀佛 他听不懂 你要讲如何发财 如何健康 如何快乐 内心如何快乐 你要讲对方 这个讲佛法 就像吃东西 好不好吃 这样就好了 对方适合的 我们叫气礼气机 气机对方喜欢听的 气礼符合因果 对不对 符合环保 符合心灵进化的 那各位如果你很喜欢 这样去跟人家说法 那你会很有福保 那就多饶财宝 为什么 这个世间最大的宝是法宝 你把最宝贵的法宝 布施给众生 你就具足世间所有财宝 那你具足世间所有财宝 那你才能够 才能够将来 布施更多法宝 等一下门口有很多 法宝各位带回去 好不好 免费的 什么都免费的 因为你有金钱 你才可以创造更多了 所以希望各位 意思是说 要热心热忱的 劝人为善 而且把佛法讲成 小朋友都很喜欢听的故事 很亲切的语言 那生生世世 不要懒得理别人 第六 等一下 无量是种 喝者女生 以示姻缘 得男子生 也就是说 做女人不对吗 不是 做女人 不要贪着女人的外表性感 这些东西 最好发现我要做男人 男人我比较好去 引导众生 但是英国社会 不一定 英国社会是女王 对不对 昨天看的是女市长 但是意思是说 做女人要学度母 我做女人是要 以女人的优点来服务别人 而不是执着女人的外表 所以那当然真正 同样出家 做男众比做女众好 对不对 但是也不一定 你看我们有很多比丘尼法师 很有成就了 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 不要执着女人的身体 意思是这样 第七 来 无量是种 自心慈戒 以示姻缘 言语变了 所以各位就是 身口意慈戒清静 那你要慈戒 你讲话 口才好 别人喜欢听 符合道理 这个变才是 能够调伏对方才叫变才 能够讲通对方 对方又很显 能够接受 因为你要说法 所以守戒律 可以让你讲话 能够影响别人的意思 第八 等一下 无量是种 供养三宝 以示姻缘 无大众不畏 有些人会怕怕的 就不敢讲话 没自信 甚至像自闭症 那我以前小时候 大概是这样 我有点这样 那时候后来我学佛了 我就很喜欢去拜佛 造佛像 那时候不能出家 想说所有钱都拿来 改道场 造佛像 印经典 这样就好了 出不了家 所有钱把它花完 出得了家 更做多一点 但是这样的好处是 就不会怕 无大众不为 也不容易怕鬼 也不容易怕孤独 什么场面 不会畏惧 因为你会畏惧 你就讲不出话 没办法 去安定民心 所以各位我想 无大众不会来自于 多拜佛 多供养三宝 所以你心里就会很有力量 那这个是 优婆社界经验 很多经典讲的叫 菩萨八法 当然这八法 可以让你有四件的福报 那这八种福报 再念一下 长寿健康 第二 外表庄严 第三 出身高贵 第四 身体力量具足 第五 第五 非常有钱 第六 得大丈夫身 第七 口才很好 第八 无大众不畏 那你要得到这个果 那就种这个因就好了 大家都会念 再念一次 所以学佛有几个心态 跟我念一下 来 真丧心 真丧心就是 希望自己越老越快乐 好不好 越老越自在 甚至你 你睡觉都会笑 如果我断气了 我就会直接去极乐世界 这样 如果我断气了 那我绝对不会 堕落地狱到鬼到 升天吗 极乐世界 这个叫 你自然会有那个心态